贫富差距之大来看到 有一些弱势民众甚至是达不到政府补助的标准的 但也是非常需要协助 蔡英明爱心基金会就发出了大红包 让大家过个好年 最新的情况请记者黄博翔来告诉我们 博翔 好主播 蔡英明爱心基金会 今天特别针对弱势却领不到补助款的民众 那准备了260万要来发放春节礼金 那现场聚集的七十几位民众来看看稍早的画面 就是对小孩子有 就是有一餐像样的餐 过年的时候 吃饭可以比较吃得好 对对对 因为其实现在赚钱 不管是你们在外面接可以死啊 打工啊 现在其实都觉得蛮辛苦的 就是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 对弱势中低收入户的家庭都有补助 但其实这些在场的民众呢 立场比较尴尬一些 那经济上本身比较不富裕 可是又没有达到补助的标准 加上年节快到了 蔡英明爱心基金会 今天特别包了红包 以每包五千元 要让这些家庭在春节可以好好的吃一顿 有一个好年可以过 那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情况交往给彭丽祖国